欸小吃 還剩 換眼鏡喔 還假說欸齁 我還說 眼鏡我跟你講 水是很深的啦 打得好兩三萬 沒浪費 你看 我的媽我覺得我被弄 啊現在要幹嘛啦 沒啦 出來 古董車啦 凱彥 還凱彥 S 對啊 幾年欸 零四 四間六 妳知道那幾年歲金多少 我看 配合五萬七千幾塊 五萬七千多塊 那個號稱 遊覽車稅金 那個LS460一樣 那是怎麼賣 好不好便宜喔 對對對 四能多便宜三萬五萬八萬 再高我不要 啊行喔 好不好 不然你去顧好了 你去顧跟他說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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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走走走走走 謝謝 看車看車看車 喔有嗎 喔有嗎 Pulsa 哇 有沒有 現在 有沒有看到那邊 啊這個尾燈跟我那台一樣啊 可是我那個小改款啊 欸它可以這樣開喔 欸那我的有嗎 我的沒有啊 金鑽尾燈 我的有 啊這還沒有 我那08這04啊 所以它是全紅的 然後啊 剛剛看它你說凱燕S嘛 凱燕S應該是自然進氣 可是它這裡你看 所以開這種車就這樣 它故意又改成凱燕Turbo 它應該是沒有Turbo的才對 齁 啊這一樣啊 雙珠圍管 我看這個好的 還壞的 掛了 啊掛了 我看一下等一下 欸現在是開來掛 欸現在是開來掛 掛了喔 掛了 掛掉了 掛掉了 欸不是掛掉啊 這沒有啦 哈哈 齁 原來04年就沒有喔 我那邊有個按鈕啊 有沒有 最高升到這樣而已 他頭也看到了 欸 欸黑內裝咧齁 媽我那還是駝內裝 他在黑內裝 欸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黑內裝看起來比較霸氣 有沒有 卡鉗 欸 欸 欸 有啦 有啦 欸唷 張國粥喔 有沒有 哇 欸這座不錯耶 欸 黑內裝其實還不錯耶 嘿嘿 後面有出風口 可是我看它這個有點黏黏的 欸 也還好 啊這是什麼 那就是什麼 我知道了 貝品啊 哇這應該是萬賣的那個貝品吧 貝品 貝品 最後還可以 都上貝品齁 孤車賣車上貝品 另外喔 欸還有電池 怎麼這樣呢 喔裡面有一個LED燈泡 我要跑幾公里 等一下看一下 欸都一樣啊 開關按鈕 欸沒有耶 他這個沒有環保漆耶 喔紅包呢齁 泰山你是16歲就拿過紅包了 喔12歲就拿 喔12歲拿紅包 哇 大姐姐給你的 對啊 原來如此 哈哈哈哈 叉小 哈哈哈哈 我知道那兩個網子是什麼了啦 喔還有電線吧 電線 你看 這邊還有一個啦 喔我知道剛剛那個雙腎是什麼東西了 不是雙腎冰淇淋 好不好 是雙腎造型的禁忌孔 還有腳燈 這一顆啦 靠腰啊 唉唷真的 那前面有倒車雷達咧 嗯 不怪要買 這隻會不會跟冰利一樣15萬 應該不會吧齁 照這個比例來看有沒有 好冰利的車價跟這個車價 比例這樣看起來大概一半的車價 所以這隻大概7萬5 哈哈哈哈哈哈 好冰利15萬這還有7萬5 好沒關係啦到時候要叫柯P修啦 它叫清洗器有沒有 欸這有的清洗器是假的喔 這支是真的嗎 我摸裡面有馬達 有的齁 像台灣有的車它這個有做清洗器蓋子 可是它在國外可能是有的 來台灣拿掉就只做一個蓋子 不會噴的 它這個不是要洗大燈的欸 泰山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它不是下雪的 對對對 它是怕積雪 這是要夠啦 這樣你就可以喊8萬 喊8萬 喊8萬不知道 16萬8 跑得比我那還還少欸 這就黏黏的了 看得出來 對啊這就黏黏的 欸車一直帶呢 一直帶嗎 我一直就要這樣啊 我現在是有比較那個啦 啊為什麼一直督啦 欸 我不小心搬到的啦 我沒有立即啊 好啦燈沒關啦 可是它這有個驚嘆 剛剛有講說那個 前面的那個側燈壞掉了 哦 Front Side Front Side Lights 前側燈 前側燈 哦 就剛剛那個側燈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說歐洲車齁 不能亂改燈什麼 對就是這樣 它們那個都聯動在一起 你一個燈有問題 電阻不一樣 它就一直逼 好啦好啦差小啊 欸它這 我現在是有比較誇事齁 可是我坐在這邊齁 我又覺得它的車一直 上下那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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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感覺有點像 烤爾啦 點火線圈 那個點火不平均 所以車都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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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缸不點火 它這V8的 V8什麼概念 就跟LS460一樣 V8就是這個 你可能出門要用 帶個備用油箱的概念 它這個就這樣 會微微的這樣上下喊 我坐在什麼味道 你說汽油味 對啊點火不平均 欸這準的準的 欸它這個還有Carbon 你看我的 我的都沒有 這個比較霸氣一點 可惜它不是白的 如果這台齁 我買比較便宜 就是白的話 我就改開這台就好 把腳打斷 就腳騎睡菁了 還可以停殘障車位 多好 可以幫我 幹啊你這有暴力傾向 欸你知道上次有人說這個 這個鑰匙為什麼設計在左邊 為什麼 以前那個我們看那個賽道狂人 一開始要比賽之前 是不是那個車手跟車子是分開的 對 然後一二三開始 對然後就衝到你的車上 然後就開始發動 開始衝了對不對 所以它是說這樣可以節省一點時間 就是你衝上車的時候 對先插了轉 上車轉著 馬上排檔就走了 就這樣 就為了偷那個一秒 兩秒的時間 有插嗎 這台車又不是比賽 它就把這個傳統用到這邊 所以我說現在網友很厲害 都會不只看小吃頻道長知識 我們也是在看留言長知識的 好看引擎室 我跟你講喔 我開了一陣子凱燕 它的板筋真的很厚 它板筋超厚 像這個車子 真的 真的 這如果沒有燒濃 不一定會輸 人家說讚 板筋超厚 你看 黃成這樣 都裂開了 你知道 拍得出來裂開嗎 大燈會放黃 大燈會放黃 大燈怎麼會這樣 因為 我告訴你它沒有抓 你有沒有抓到 你被抓到 你問他什麼問題 我是說 比較很硬嗎 板筋是鐵的嗎 是喔 你說我的金頸很硬 你的金頸很硬 有鐵棒硬嗎 沒有吧 沒有嗎 我沒有啦 我大概是木棒差不多而已 對不對 這是 材質不一樣啊 對不對 它是寫4.5V8 可是它是4500多cc 多兩缸而已啊 沒什麼了不起的 又沒有AMG的簽名 欸 沒好看 欸 它的有些東西換過了 媽應該修到不想修了 欸 V8引擎是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你如果假設一根火星塞一千塊 那你換八根火星塞就八千 哈哈哈哈 是這種概念 對 你知道這個概念了嗎 這樣我知道 對啊 所以有什麼東西乘以八很可怕 好 一根烤耳 好 不貴 算你七千五就好 八千就好了 有八隻烤耳都壞的時候是多少 六萬四 哈哈哈哈 夭壽 跟你生八個小孩一樣嘛 出門幫小孩買一件衣服OK嘛 對不對 啊你八個小孩你一次要買八件 你看 真空沒的 不是很簡單的 有辦法處理的 我讓他簡單尋一下 然後我覺得這種車的重點 買保時捷就是這樣 我第二次又教大家怎麼估保時捷了 怎麼估 就是問車主要賣多少錢 最簡單 我等一下簡單尋一下 我看一下 然後要賣多少錢 好 走 全屏的 有沒有 全屏的 好,看完了,我現在去問一下車主賣多少錢 好,等我 對阿,他就看我們影片該來,然後他死都不說,他賣多少錢 他說阿,看你菇啦,你就買過阿,你常買阿,我說你常買,我只要買過一台八十二跟一台凱燕而已 什麼我常買,這我沒買過阿 我就跟他說15萬阿,我本來想說8萬阿,我真的怕被打 欸我跟你講,這車零件拆一拆賣真的就不只8萬,我講實在齁 你買8萬回來,你放在那邊殺肉,殺那些椅子方向盤,什麼有的沒有的 真的殺完不只8萬,我講實在,我講良心話啦,出8萬真的會被揍啦 阿,所以我後來跟他講15萬 那他說什麼,OK嗎? 真的喔?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出太高了 那也沒辦法來不及了吧 阿,我們人就這樣愛面子,一言即出,四馬難追 除非是四馬,再加上現金100萬,就追得回來了 100萬而已 我們不是那麼愛錢的人 好不好,我們只是為了要維持生活,維持呼吸 我只是呼吸的時候,吸比較大口一點的 最後我就跟他講15萬 然後可能我跟他說這個稅金,可能大家要猜一下 要不然你會扣一下 扣一下 因為其實小吃這個人,很討厭複雜 就是,常常外面有一些在買賣阿,講到最後說 喔,阿你付過務費喔,阿你要扣稅金喔,你要扣什麼,你要扣什麼 後面再來扣 你懂意思嗎? 懂 這是一種話術嗎? 先講好一個價錢 喔,你講一講好,你可以接受,然後後面再扣 對不對?這是外面比較慣用的伎倆 阿,我們這種人喔,我們很討厭事情變得複雜 所以我通常來估車的客人,我就是 只要你沒有欠國家錢,就是10拿的金額 可是這台車我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說,欸,阿這個稅金喔 5萬7,5萬7除以12是多少 你看喔,他是一年稅金5萬7,5700除以12 一個月就要4750塊的稅金 然後在乘上,他現在1到3月是他開的 14250塊 所以我說,我跟你買這個價格 但是這個稅金的部分,可能我們要照使用者付費 比例分攤 他1到3月交給我之前算他的 阿,我從3月接手之後算我的 好,所以算一算應該我們是買13萬多啦 喔,對 對啦,我們應該是買13萬多 大概就這樣 不是,因為他回答好,回答太快 我們在那邊,你說啦,他說你說啦,你說啦 有沒有 喔,唉呀,公子別走,唉呀,娘子 唉呀,公子,娘子有沒有 好像演古裝劇的 一個公子,一個娘子,要撒來撒去有沒有 唉呀,不要啦,來嘛 不要啦,來嘛,有沒有 大概就是那種橋段有沒有 撒來撒去,沒有人要先處理 總是要有個人打破這個僵局 阿,我這個人又很討厭浪費時間 阿,來就來嘛,來啊來啊來啊 哇,來啊來啊來啊,誰怕誰有沒有 浪費時間,我說受不了 我每次遇到這種狀況,我都先受不了 我說阿,半失誤啊 來就好了 他馬上硬,好,給你 小吃給你 他連想都沒有想,所以 欸,會不會是你開太高 對,我當下我想 丟錢,通常這個狀況 答應這麼快就是中槍 出太高,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說,那可不可以 碎金的部分 關於這個碎金的部分呢 對不對 欸,又被處理了 欸,你知道我那個 兩孩車的孤被罵多少 你知道,網友都說 朋友都說你白癡喔 那個孤太高啦,什麼孤太高 真的啊,我都被人家罵 很少有人喔,二手車拍影片 拍孤車影片出來 被同行罵的 阿,罵說什麼,孤太高 你知道嗎 通常說,騙瘦的啦 你怎麼這麼熱有沒有 三萬天啊 你怎麼煩人家當垃圾在孤 有沒有 通常都是孤太便宜被罵 好,之前的孤車影片 我第一次遇到孤太高被罵的 沒有了,阿我也沒買過啊 人中有第一次啊 對不對,第一次都會被騙啊 對不對,花5千塊 弄到1,800的等級的 也有可能啊 還信物啦 對啊,第一次就是會被騙啊 沒辦法啊 好啦,阿反正喔 最後我們成交的金額 就是15萬塊稅金這樣 阿反正就簡單處理 阿這車是幾萬 坦白說,你要說太貴 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就像我講的 真的東西拆一拆賣 你自己算,那個V8的引擎 難道要賣3千一顆嗎? 對啊,那個變速箱 平衡箱都要好的,壞的 我還沒試開啊,這就是風險啊 平衡箱假設好的,一顆有可能2千嗎? 也不可能 對啊,所以我說拆賣 我覺得都可以賣超過這個錢 只是當然我們不可能拆賣 阿回來以後我們再想看看 要叫柯P怎麼處理 好,我去叫柯P把那個保險桿弄一弄 好不好 因為我看外表也都蠻漂亮的 只有那個保險桿的部分 對啊,我要叫柯P把它弄好 我們再來研究 要不然輪胎也不行 欸,它這個19吋的輪胎一顆 十萬塊耶 對啊 而且它這個尺寸,它這個size 不是每一個輪胎廠都有 都有進到台灣來 對啊,另外叫 它那是特規,特殊規格 所以說還要去某一些特定的廠牌 才有做這個規格 有些台灣沒有進 它這個規格太特殊了 沒有人要蹲迴 好不好 今天這個孤車就在這邊 記得分享、訂閱、留言 好,鼓勵我們做觀眾影片 拜拜 丟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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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人啊,丟錢了 如果是一個大小的 就會跟我們一起做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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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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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